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 有了内心的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探讨内心有什么性质 当然我们对内心的了解就是 内心的定义是三个角的角平分线所形成的 在三角形里面交予一点I 这个I我们就叫做内心 那既然是角平分线 我们有了一个对角平分线的一个基本性质 就是角平分线上任何一点到两边等距离 以这个来例,角ABC为例子来说 红色的BI这一条线就是ABC的角平分线 那I可能就是这一条线的任意点 或者在这边取一点可以到AB的距离 到BC的距离就会等距离 相同的,在I这边到AB的距离就叫做半径R 到I到AC的距离就叫做半径R 同样的时候就得到了第一个性质 内心到三边等距离 那再来我们要讨论就是内心跟三角形的面积有什么性质 那我们这边就稍微做一个符号 以A,三角以ABC来对应的话 A这个角对应了这个边 我们就叫做A,长度就叫A 那B对应了这个角呢,我们程度就叫做B 那C,C对应了这边到这边我们就叫做C 那从这边我们就开始慢慢去推 这边我们就稍微做一个颜色的区别 这个叫黄色斜线区的三角形 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一个红色斜线区的三角形 再来做一个白色斜线区的三角形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会发现 发现说这三角形被我们分做三个部分 一个是黄色斜线,红色斜线跟白色斜线 分别是三角形AIB 三角形AIC 还有三角形的BIC 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三角形面积 那三角形面积呢,我们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就是A Triangle ABC 那它会等于谁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做 既然我们这边I呢,是它的顶点 是这个三个三角形的,黄的、红的、白的、顶点 我们就利用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层高乘二横之一 所以我们先看红色斜线 就是三角形的BIC 再加上三角形的AIC 再加上三角形的AIB 我们依序去算出它们的面积 那BIC的话呢,底边就是BC 那BC的长度就是A 所以我们就是2分之B的AH乘上R 再加上AIC呢 AIC的话,这个也是R,就是它们的高 所以底边是B,所以就是2分之1的所谓的BR 再来E次类的A就是2分之1的CR 那在这里呢,我们把R提出来 所以把R提出来之后 会出现一个2分之A加B加C 好,再来呢,数学家 好,为了觉得 好,为了觉得 把这个东西比较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化 所以就规定说 2分之A加B加C等S 所以等于就RS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面积就是 三角形的面积 好,跟内心有关的 就是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半径 内心的半径去乘上S 记得切记S是谁呢 S就是把三边A加B加上C 再去做除以2 好,这就是三角形面积的一个基本应用 就是内心跟内心相关的 希望同学在那边可以得到收获 加油